大家好,我们是第18组,以下是我们的主缘,我们四位都是来自气管系的学生 这次的影片将分为三个部分,首先会用简报的方式呈现受访企业以及主管的简介 再来是录制内容,最后则是小组成员的反思 我们反问的企业是中国信多商业银行,成立于1966年,在经过多次改制后 更名为目前我们所熟悉的中投信多商业银行 中信为台湾最大的迷营银行,曾发行台湾第一张信用卡 服务据点遍及全球14个国家的地区 中信秉持着We are Family的品牌精神,以关心、专业、信赖的品牌特质 打造台湾第一亚洲领先的领导品牌 我们访问的是黄竹芬主管 他的职称是前中国信多商业银行人力资源副总经理 同时也是中国信多人资最高单位 他在1991年以除备干部的身份加入中国信多 并在2016年工作届满25年退休 可谓是非常之深 再来是我们的访谈内容 基本上我是个很严格的主管 主管的风格其实通常是受主制风格影响很大 有一个感觉是说在我们那个文化底下 每一个人其实都希望自己是一个成功故事里面的一份子 我们就是要做的时候 那大家一起来做那就会很努力 但是你不会想要输人家 那所以我在带我的部署的时候也一样 我们最常讲的就是这是双笔柱的 怎么可以让别的单位说我们做的不好 做给他看 我们的态度我觉得都还好 工作表现差得有 那就是照绩效管理制度 中国信多有一个想法是说 就是你永远要给人家 第二次的机会 对于这种大型机构来讲 他一定的职位很多 所以不同的职位 不同的对象 其实的招募流程是不一样的 那你讲最简单 最基层的工作的话呢 其实就是一定以职位为核心 那职位为核心是什么 我这一个job 他一定会有一个他的规格 人才的规格 他有一些用人的要求 标准 那有这个标准以后 你再用这个标准去登广告 那登了广告以后会有履历进来 所以第一个动作一定是书审 书面审核 第二个动作其实就是会 那个安排那个面谈 如果用人很急迫 而且工作没有那么复杂的话呢 其实他会变成统一的一个 我们叫做统一招考 那那个会把人事主管跟用人主管 会放在同一个像这样子的会议室里面 然后外面一群人轮流进来 轮流面试 轮流面试 那那个面试的话就是看你的qualification 跟那个本职学能码 福布佛女公司要求 那我们都会有交战手册 因为假设我今天开了五个房间 五个主管标准不一样都不行啊 所以一定会有一个用人规格 跟面谈的手册出来 这个是一般的指挥 另外一种是我们叫做专业的指挥 专业的指挥的话呢 他要的条件就会更严谨 比如说储备干部 那之前就先做宣传 那他们会履历表来 来了以后呢 我们就会先过滤 那过滤有时候量太多 你的书审的标准就会不一样 这样再提高 对 再提高 至少我在的时候 我们是训练是没有预算的 就是我们有训练预算 但是他不会给你一个limitation 不会给你一个上限 我们的重点是我们花不完 为什么因为你花的每一笔预算 你都要想清楚这个价值在哪里 划不划算 因为你做PEA 你本来就要把这个事情想好 不能说反正我就找人来开课 不行啊 那课到底要干嘛的 你目的要清楚啊 因为中国现在的绩效管理制度 大概是在金融业里面算是最早 最早导入的 而且是用比较完整的 我们叫做Principal of Performance Management 我们的那个概念导入的 我记得我那时候找了两个 比较有资深的主管 一个是计划单位 一个是业务单位 然后请他们去用 书上写的那个方针管理 目标管理的流程 去定他们的工作目标 所以第一阶段是先做这件事情 有一目标 然后呢 背什么目标来做考 但我们那时候呢 其实就有发现 我们的需要强化我们的技能 所以我们那时候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我们重新修订 我们的绩效管理制度 把它更制度 整个制度整个要翻掉 然后呢 里面用的就是有包括强迫排序 然后呢 只等各种 把那个GE的那套东西 大概就搬过来 然后有时候修正 然后我们又另外导入一套东西是什么 叫做主管的管理发展训练 主管的管理发展训练 那时候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别是 我们是从我们过去的主管前 你业务做得好就可以当主管 所以我们的主管大部分都是叫做业务主管 他不懂不太懂得管理 我们从美国去导进来一套课程 那套课程是教主管 怎么样去认清楚自己的角色 第二个 我们教他们怎么定工作目标 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做宣导 你要做得让人家没有 他可以不高兴 我们那时候最常讲一句话是 你可以不高兴到你会尊敬我 那绩效管理制度就是这样 没有学生喜欢考试 也没有上班族喜欢考经 但是呢 这个是必要之二 我如果没有绩效成绩的话 我怎么知道我应该把资源给谁 我怎么知道应该要个标准在 那这个标准到底公不公平 合不合理 其他有很多很多 逐步逐步调整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制度一样 你的关键其实在于 你有个道理 你的道理有没有沟通 中国信托的那个用人成本 其实是高于其他银行 我们的薪酬待遇比较好的理由 是因为你去看每一个人的 平均的成本 和高接触管的成本 我们都是比别人高的 都是比其他银行 其他银行那个高 甚至于你去 跟很多电子业器 我们也不会说 那你说好 那会不会增加成本 那就看你赚多少钱 我们的做法 是这样 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叫做 固定薪资是要争取人才 我们不会用固定薪资的 我们有变动薪资是要激励人才 就是bonus的部分 对 那公司如果有赚钱 我们就可以拿来分 所以每个人都很关心 不是看股价 是看公司的EP 我们的economic profit 然后另外我们有很好的福利 是所有人都一样的 是留任人才所来的 我们有定期做员工满意度调查 我们有做两个 一个是叫做组织气候调查 一个是员工满意度调查 那员工满意度调查 有改过 已经不谈你满不满意 我们来谈engagement 你员工的那个认同度 或者是投入度 我战互的不是员工满不满意 而是我这个制度要怎么样修改 组织气候调查其实是 去调查你这个单位里面大家的感受如何 他就跟主管的管理风格会比较像 那员工满意度或是engagement 是比较是跟公司的制度有关 那有一些东西是必要之二 所以我不会问你满不满意 也不会问你喜不喜欢 那接下来是心得反思 在经过跟主管的面向后 我们认为企业组织运作的改善 可以分为三个面向 分别是内部决策 内部组织 以及内部员工 内部决策方面是运用目标管理 由公司全体来练进出 获得大家同意且有共事的目标 这样一来不但可以提升员工的参与度 也可以让公司不再只是依成本做考量 而是评估日后所能创造出的价值利益做参考 至于内部组织是运用公平理论原则 制定出一个受员工信赖 且公平公正有效率的绩效管理系统 并且将资源依照绩效管理系统的结果优劣